各位优势焦点财经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陈绍豪 Howard Chen好友钱 从美国戏股的Jamba Juice 跟大家来报道世界焦点财经 本周五市场还算平静 上下在载幅摆动 并不是特别的亮丽 倒是昨天礼拜四 公告了电动汽车厂的Tesla的盈余 并不亮丽 负债负的cash flow有460个million 有4亿6千万的negative的cash flow 令市场非常的惊讶 所以Tesla中错了将近7个percent 反而两个赌场股MGM跟Win 倒是照好 在逆势当中稍微上涨 所以市场到目前为止走到一半 都有盈余的危机 所以我们就来谈谈今天周五 这家公司Jamba Juice 你过去来过这家公司吗 Jamba Juice喝一杯清凉可口的beverage吗 这家公司今天周五公告要总部从湾区的Emblyville 搬出我们Bay Area到Texas 哇 湾区另一位一家公司Jamba Juice 要离开我们湾区到德州 德州是过去50周里面最business friendly的一个周 我们湾区倒是infrastructure年年能够上涨 一个小时的工资即将到15块钱一个小时 怪不得infrastructure的cost如此节节升高 每一家公司都有盈余上面的危机 如何是好呢 只有主播建议有三个情形可以策略的应对 第一个layoff 所以Intellayoff一万两千人 Microsoft或者在湾区的其家公司 都一并的一渐渐的layoff 一波再一波 因为infrastructure的fee渐渐提高 第二你就自动化 合理化这个能够帮助每一家公司增加你的盈余 第三那当然了主播常讲的创新 只有在创新当中才会制造盈余 Jamba Juice非常可惜 今天公告要从总部Envilayville搬到Texas去 所以我们从Jamba Juice这家公司 你跟我学到什么呢 智慧人的话语你的心要保持更新变化 常常有创新的新infrastructure的fee跟cost 你跟我都面临到同样的问题 家家公司在我们湾区 Silicon Valley也一样面临挑战 如何因应infrastructure的节节升高 Earning的节节降低呢 Jamba Juice这家公司希望能够给你给我 有好的功课 Howard Chain好友钱从美国Silicon Valley Jamba Juice 跟大家来报道世界焦点财经 我们下次见